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在晋云县,最有名的地方一定是仙都 这里相传是华夏始祖皇帝升天之地 以秀丽山水与其风怪石而闻名 景区内共有五个主要的景点 分别是朱潭山、顶湖峰、泥翁洞、新都冠、小赤壁 进入景区,你可以乘坐免费公交车 在任意五个景点上下车 我先去了这里最有名的顶湖峰 清晨山下云雾缭绕 几座石桥映衬着背后的顶湖峰 仙气飘飘,仿佛来到神仙圣地 山下的山谷里有一座皇帝词语 这里每天都有祭祀活动演出 祠语里有一座超大的皇帝雕像 走到祠语最后一座宫殿后 这里可以乘坐缆车到达山顶 近距离地观看前面的顶湖峰和周围山下的风景 下了山后,买一串特色的雪糕 沿着河边的路往前走 你可以慢慢享受乡村的宁静 很快就来到了珠潭山 这里就是网上经常刷到农夫拉皇女过河的地方 之后坐车去柠檬洞 这里可以看到被风化的山石和大小洞穴 不过由于时间有限 我只拍到了这几座山 并没有找到洞穴 之后是仙都罐 道罐比较小 但周围四通八达的洞穴很值得一看 整个的景点都是围绕着这座长条的石头山建成的 最后的洞穴也是横川这座山体而凿成的 后面的小石壁就在仙都罐旁边 沿着这座叫做将军渡的岩石往前走 这座岩石就是一座山 高六十多米 长六百多米 走在小路上 你可以一边观看右侧水边的风景 一边观看奇特的山石 享受此刻的宁静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